花64线瑞港公路14号从丰滨大港口终点先行抢通 以瑞穗厦为主要生活圈的奇美部落 以往只要20分钟的车程 现在单边通车就得花上两个小时 针对瑞港公路1.3公里路段崩塌的灾情 县长徐正伟与建设处会同乡长沉进光道场 以空拍机排一下灾情 尽快严拟修复计划 11号原规台风强降雨 瑞港公路交通中断成孤岛的奇美部落 14号先行单边抢通 但终究是治标不治本 县政府高度关注 15号一早县长徐正伟 率领建设处会同瑞瑟厂长沉进光线刊 同时以空拍机拍下路况 全面掌握道路坍塌的灾况 以后续修复工程的进行 我这一家里可以整个搭下来 对这里是有点就像看起来这一段的边坡是有点危害的 这个是阴影还是 这个是裂缝 裂缝嘛 对不对 它表示它已经有点下线了 对有点下线 花64线瑞港公路1.3公里处 整个道路塌陷40米深 目前已先行单边抢通 但已瑞瑟厂为生活圈的奇美部落 以往只要20分钟的车程 现在单边通车 族人进出就得要花上两个小时 除了抢通恢复交通 部落族人更期盼能够尽早修复完成 感谢县长 在第一时间来到我们瑞港公路来关心崩塌的部分 那经过县刊 还有与当地的工程的主任 以空灶的部分 来了解现况 那这个部分 我想由县府来做立即性的一个修复 希望能够尽快的时间内来单线抢通 维护我们奇美村的村民的一个行的一个安全跟权力 俗沙利时地址的瑞港公路 对地方公所来说 不论灾修财力与技术都无力承担 乡长曾经光感谢县政府积极协助地方抢修 也希望尽快修复整治 让奇美部落族人 范州客都能平安出入 记得是玉兰瑞瑞采访报道